大家好,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严防标题档》 相信大家都知道,姜濤之前的被撕追事件 有媒体竟然将姜濤的 IG 限时动态,请珍的给我一点空间 报道的题目定为 大家看过后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我自己觉得很愤怒 为什么媒体为了吸引读者或网友的注意 竟然可以这样颠倒是非,老屈姜濤 第一,凭什么说姜濤情绪凭失控? 失控的意思是什么? 是失去控制,不能自制 而单凭请珍的给我一点空间 就可以判断到姜濤不能自制,实在太过分了 你可以说,他有这个吸我一点空间的期望 或者呼吁 也可以估计一下姜濤当时承受的压力 但他却不应该单凭这九个中文字 就去估他当时的情绪 甚至说他情绪频失控 我相信是严重偏离事实的 第二,请珍的吸我一点空间 就代表是怒喝粉丝收手吗? 这句句子真的可以呈现怒喝这种情绪吗? 你可以说姜濤不同意私追的行为 你也可以说私追的行为 的确对他造成一定的生活影响 但却绝不应该用怒喝来形容 根据我的认知,姜濤是绝不会轻易发怒的 就算是发怒 原因也不是责怪粉丝、其他歌手或其他媒体 而是怪责自己未做到十传十美 永远是律己已严、代仁已宽 情绪是不容易波动的 当然,如果你是知心姜濤的话 你都一定认识姜濤的为人 肯定不会认为他会情绪失控地怒喝粉丝 但这种标题他会误导很多读者以及观众 会盲目相信记者所说的东西 认为姜濤不成熟、情绪容易波动 同时都对粉丝不友善等等 而更大的问题是 网上有些YouTuber经常对新闻都不加以过滤 看过标题之后就乱作出评论 令到更多人误解姜濤为人 可能原因或者有二 第一,就是那个YouTuber日理曼基 工作以及生活实在太忙了 因此就没有去作这个核实 就搬自过子 第二,个人能力有限 在思维逻辑之中 可能他不懂得分辨真偽之余 亦欠缺了因果关系的推论 报章怎样说 就是怎样在网络上作出报道 而最令人愤怒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YouTuber明知道这个不是事实 他会刻意放大以及算检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吸引人去对这个影片作出点击 从而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以及收入 当其他人对他作出批评的时候 就推说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 因为自己只是在读报纸 就算要指责 应该都是指责那份报纸 而不是指责自己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种无賴的行为 我从来都反对YouTuber 未去看过那件事 未去了解过 就作出评价 除了增加了自己 一些无养份的影片之外 其实也误导了观众 我想是绝对要作出指责 那你可能会问 面对这些标题党以及不实报道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现在YouTube已经删除了dislike的按钮 可以做些什么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呢? 我想第一步就是 不要去点击有问题的影片 以至增加了那段影片的流量 同时也不要在那段影片中留言作出反驳 因为第一 各版主可以随时删除你的留言 第二 大量的留言都会令YouTube 认为那段影片受到观众欢迎 而再将那段影片推荐出去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如果影片内容真的太过分 就要在YouTube上作出举报 身为YouTuber 你可以不喜欢一位艺人 你可以作出批评 但却绝对不可以 在没有客观的证据之下 去中伤一个艺人 而身为观众 我相信也不容易出律师信 可以做到的 就可以去举报 让影片创作者知道自己的问题 从而减少制作失实 以及有欠功运的影片 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 请你按like 留言 以及分享出去 未订阅频道的 请考虑订阅 记得按旁边通知铃铛 选全部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发布的影片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大家 再见